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一次黄金周 全国都能带动游客三到四亿人次 真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啊 那么 五一期间有哪些地方比较受青睐呢? 中国有丰富的自然风景区和人文旅游景点 基本上 旅游圣地都会人满为患 你一定要躲开的旅游景点主要有 北京 上海 杭州 澳门 香港这样的大城市 以及四川的成都 厦门的古浪雨 海南三亚 这些著名的风景区 还有一些名山大川也是需要小心的 在劳动节 很多公司都会在节前 给员工送上一份礼物 表达感谢 有些公司会发一些生活用品 如食用油 面粉 甚至是有机蔬菜 也有的公司会直接发奖金 发购物卡 还有一些公司会赠送度假景点的机票等等 正如前面说的 请想象一下 成千上万的人在同一周内进行长距离移动 当然会造成大面积的交通瘫痪 虽然现如今 纵贯南北的高铁 慢慢地解决了火车飞机的客人负担 果然人多 还是一个麻烦的事情啊 更明智的选择是 无一节哪儿也不要去 难得的长假 还是在家里好好休息一下吧 现在我来告诉你们 前面问题的答案 你知道亚洲过五一黄金周的 除了中国还有哪个国家吗 目前有黄金周制度的国家 还有日本 其实也是日本最先推行这种休假制度的 同中国一样 许多家庭会选择出游的方式 度过这个假期 这节课你觉得怎么样 你有学到很多有趣的东西吗 你的国家过劳动节吗 如果是的 大家是怎么庆祝的呢 请在chinesclass101.com给我们留言吧 我们下一节课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